在前几天我经历了一个跟马桶有关的故事 然后今天我回到了这个故事开始的地方 就是这个湖边 当时我是用这个生命吸管 直接饮用了这个湖里面的水 然后到今天我还没事 说明这个生命吸管应该是 有那么点作用的 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些跟马桶水有关的事情 但是那个我就不多说了 今天我打算用这个生命吸管挑战一下 最致命的生化武器之一 飞鱼罐头的汤汁 这是一个全新未拆封的飞鱼罐头 其实我是从来没有吃过这个东西 但是据说如果我们是在家里面 打开这个飞鱼罐头的话 整个小区都会弥漫着它的臭味 甚至有的人一闻到它的味道就会呕吐 正宗的飞鱼罐头 听听里面汤汁的声音 这个汤汁已经冒出来了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过农村的汗测 跟那个味道简直是一毛一样 我的天哪 来来来来 鱼 这好吃呢 啊 要不要 不要吃了 可能是因为现在我是处于这个开阔的地方 就没有出现那种臭味 整个弥漫在周围的那种感觉 但是只要我离近一点 就马上可以闻到这种豆腐乳加臭袜子加汗色 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再乘以十倍 就是这种味道 我先喝一下里面的汤汁 尝一下是什么味道 然后呢 再用这个生命吸管来喝这个汤汁 看看能不能把它的所谓的臭味给它过滤掉 刚刚我说它闻起来的味道就像臭袜子加豆腐乳加汗色 乘以十倍 但是喝下去之后 这个应该乘以一百倍 上生命吸管 啊吸不到啊 是因为杂质太多了吗 在这个管子里面现在已经有这个 飞一罐头的汤汁了 已经变成了 不信 好吧 到目前为止 用生命吸管能不能过滤掉这个飞一罐头的汤汁 这个实验算是失败了 但是呢 这个飞一罐头既然打开了 不吃一点 这个视频肯定就不是完整的 看一下这个鱼肉 这鱼内脏怎么不能了 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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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